大家好,夏天爱出汗,多给家人做这个馅儿的饺子吃。不仅营养鲜美,而且老少皆宜。下面就跟着视频,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,咱们准备一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南瓜,先用打皮刀削去外皮。 夏天是一个比较爱出汗的季节,这个时候我们要多吃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。 而南瓜的碳水化合物就非常的丰富,也是很多蔬菜食材的好几倍。 夏天多吃南瓜的话,能对身体起到很好的补水补维生素的作用。 好了,下面咱们把去皮的南瓜给它切开。 切开以后拿个小勺子,把它里面的南瓜籽和南瓜瓤给它刮出来。 接下来我们用刮丝器把南瓜刮成细丝。 吃了这么多年,我个人觉得还是南瓜丝包出来的饺子口感是最好的。 接下来我们在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。 然后搅拌均匀,给南瓜沙沙水。 拌匀以后放一旁静置10分钟。 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三个鸡蛋,打在碗中。 加入几滴白醋去腥。 一点点的清水。 把鸡蛋给它快速的搅拌成鸡蛋液以后。 下面锅中少倒点食用油。 然后把我们的蛋液倒进锅里面给它炒一下。 把鸡蛋炒至定型以后,再扒了成最小的鸡蛋碎就可以了。 出锅以后倒在碗中晾凉备用。 下面咱们把南瓜丝这样用手给它挤干水分。 水分也不要挤得太干。 轻轻的断一断就可以。 不然水分太多,饺子很容易就破皮了。 放在盆中,再把晾凉的鸡蛋碎倒进来。 调味加入少许的盐。 半勺鸡精。 适量的胡椒粉。 适量的蚝油。 多一些的芝麻香油。 一把虾皮补盖油提鲜。 最后少来一点点的生抽即可。 充分的搅拌均匀以后,咱们的南瓜饺子馅料就调好了。 接下来咱们擀皮包饺子。 包饺子我是中间对折捏紧。 再把两边放在虎口处,然后握紧,用力包拳。 一个漂亮的圆包饺子就包好了。 这个包饺子的手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 新手也能在一分钟之内学会。 我们把饺子全部包好以后,开水下锅煮饺子。 其实平时没事,可以多给家人包饺子吃。 大人孩子,家里的老人也都喜欢。 一次包个五六十个也不费事。 饺子全部下锅以后,用大火煮。 盖上锅盖给它煮开。 开锅以后,往里面加入半碗凉水。 然后再次煮开。 重复两次,锅里面的饺子就熟了。 素馅饺子熟的也快。 主书的饺子大家看一看。 经营剔透的,是不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。 这样的饺子在外面花钱都买不到。 只能咱们自己在家做。 所以以后大家想吃饺子了。 特别是现在,天气比较热。 就可以试试这个南瓜鸡蛋馅的水饺。 下面我先替大家尝一下。 配上咱们自己喜欢的蘸汁。 这味道真的没得说。 又鲜又香,真好吃。 薄皮大馅,真的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。 鲜香味美,淡淡的南瓜香。 吃到嘴里真的很巴适。 好了,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,给家人做起来吧。 谢谢大家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